航警刚到机场门口鸣笛驱赶围停 但才刚开完这张罚单 那里又有人学不乖 停一次就是六百到一千两百元罚单 围停乱象依旧赶也赶不完 但淘姬却默默不再执行科技执法 回到淘源机场可以看到航下卫 斗大告示写下 二十四小时禁止停车违规还会录影检举 不过其实常来司机都知道 这只剩下贺阻作用 在忙的时候 其实车这么多它也不好去驱使 航下下面是很少 对 几乎没看过 原来淘源机场曾经确实会将围停影像 交给航警开罚 不过疑似因为出入境尖峰时段 门口一塞 很容易就被误判是围停 引起民怨默默就不再提供 只能靠着航警不断绕着航下 巡逻寸导开单 我们也希望能够采用 我们就不要浪费那么多人力在这边 然后我们现在就能严重吵架 虽然航下外镜头持续有在拍摄 但因为镜头属于逃机资产 航警要申诉单才能调阅 并非随时监控取地开罚 而除了航下门口之外 在拐一个弯 也能看见许多司机 为了等人停在两侧公务车专用车阁 因为航警相对比较少绕过来 便想成为围停热点 那你停在这边是OK的吗 当然是不OK啊 你没看到我没有熄火 那你怎么觉得学停多少 我说我等一下 我在处理事情 我一下子 因为我急着要先赶快先弄 贪图一时方便 造成机场附近围停乱象难解 而这样的状况 恐怕随着暑假到来 出国潮大爆发更加严重 淘机不再透过科技执法检举 交给航警现场举发 恐怕也增加航警工作量 东西新闻附加新林和荣 桃园采访报导